老師你就先介紹APP好了 好 這個APP的功能最主要就是 線上你可以去投稿 然後可以用音樂 然後在這邊圓夢 那我覺得最主要是 用音樂用詞曲創作去圓夢 然後我覺得這個對於 真正對音樂有想法的年輕人 我覺得幫助很大 老師說投稿概念是什麼樣子的概念 是可以給您看嗎 投稿之後 投稿還放在平台上 然後會有一些評審去篩選 然後我們會有一些初選 複選 而且選出來的優勝的 其實會有一個獎勵 不管是幫你製作音樂專輯 或者是說獎金或獎品之類的 就是會有實質上的一個獎勵 然後而且我覺得對年輕人而言 作品有個發表的管道 其實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激勵的一個作用了 所以老師是覺得說透過這種網路的方式 是一個比較新的潮流的方式吧 對 因為網路的話 它比較沒有時間跟空間的限制 就是我今天人在香港我也可以投稿 我在雲南我也可以投稿 我在新加坡我在台北都可以投稿 而不像歌唱比賽 我都一定要飛到哪個城市的攝影棚 然後去錄影啊海選啊 我才能去跟人家角逐 那音樂詞曲的東西其實不需要人在現場 因為音樂詞曲比的是創作 那創作的東西其實網路是最適合的平台 對 所以老師設立這MVD自己也花很多的心思 所以怎麼會有這個構想 其實這是整個團隊一起構思的啦 並不是我一個人去想所有的細節 因為如果你們有空會有興趣 點進去看的時候 他會發現功能很多 那我只是從音樂的角度給一些意見 對 然後我覺得慢慢整個架構是越來越成熟 是大家一起努力的 人跨界會不會有什麼樣的會員 我覺得還好啊 我今天只是還是離不開音樂啊 也沒有所謂的跨界啦 因為又不是去從事一個平面設計啊 或是一個領域很不相關的一個行業 所以不是首要並不是會賺錢做這件事 對 因為這件事情 如果我當初剛進來這個圈子 有這樣子的平台我也會先試著投稿 因為需要有人脈也不需要進入什麼圈子 就可以有作品發表跟被注意的一個管道 所以這也是老師發掘人才的一個方式嗎 你有這樣想嗎 我覺得未來可能是很多唱片公司 從這裡發掘人才的一個管道 因為登錄的詞曲會被發表 然後你可以點音樂進去聽 對 那我覺得對音樂端最上游的詞曲作者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個平台 對 心情當然很開心啊 而且我今天這套西裝就是 他要求大家都要穿西裝 我要準備了兩套 他說一套要很正式的 一套要比較復古休閒 我想說復古不好拿捏 我想說好吧這種材質比較不正式應該就是復古 所以我今天穿的就是去參加婚禮的其中一套 對 或最感動的 我覺得他親自為婚禮做一段旋律吧 因為你基本上你要有音樂才能才辦得到這麼浪漫啊 像我可能只能寫寫書法啦 然後我覺得因為音樂是情感的催化劑 所以在婚禮現場 然後一群外國的樂團 然後在演奏傑恩寫的曲子 其實我們都聽他很驕傲啦 因為在陌生的土地上 然後演奏自己朋友的音樂 然後其實弦樂還蠻好聽的 網路上應該聽得到 對 他有什麼交換視野嗎 我想那個距離太遙遠了 你知道 沒辦法聽到 我可能從這裡喔 然後他們 在牧師公正 可能距離在攝影機在過去那裡 好遠喔 所以他們基本上講了什麼話 我們其實 旁觀的親友團其實聽不到 所以你說交換什麼 其實我們不知道欸 其實好像有丟火花 對啊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去搶 好像是一個化妝師的助理搶到吧 對 那老師以後如果就是創作MV的時候 會想要拍這種比較長 因為現在有一個風格 就好像都在走微電影的風 我覺得不排斥 因為只要內容適合用這麼長度去表達 因為MV其實很短 四五分鐘要完整講個故事有點困難 那為電影十到二十分鐘 其實算個小品 還蠻適合講一個很很 很清新的小故事 對 老師之前要去英國的時候呢 有PO了一張照片 然後大家就說你洩漏了那個 地點 那你有沒有被周杰倫念還是地點 我跟你講喔 然後那個是一個 反正我PO了一張照片之後 是杰倫的助理大泥發現的 然後他就跟我講 他說因為網友很聰明 你就PO一張街景他們就知道在哪裡了 然後就縮小範圍就猜到我們在哪裡了 我就把它刪掉了 你有沒有覺得大家很誇張 就是一張照片 對啊他們網友太厲害 可是杰倫本身倒還好啦 對他沒有說什麼